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圣教级翻到393页 第二大门第三章广诗问答 上几课第一问答也学过了 今天开始第二问答 第一问答可以讲有问没有答 怎么说呢 因为答的就有点好像不讲理 那旷大节来为什么之而少是念火就能往生啊 那就是能往生 没道理 为什么 佛利不克思议 没讲什么道理 就是说就能往生 就把自己的立场呢 给重生了一下 这佛法当中啊 最高级的佛法 是不讲道理的 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 C等的佛法 才讲一点道理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个道理 说我们凡夫 你能知道多少佛法的道理呢 因为这是佛的智慧 所以呢 第一 推佛智固 这是佛的智慧 不克思议智啊 大乘广之等等 在佛的智慧 那我们怎么能讲 没法讲啊 开口没法开口呀 第二呢 就是不思议固 我们讲道理都是脑子的思维啊 议论啊 这个究竟的真理佛法 是超越我们思维 议论的 那你怎么讲道理呢 第三呢 非所侧固 就是超过我们的经验 无法侧度 无法衡量 所以没法讲 第四点 但仰性固 对我们这样的凡夫来说呢 讲到佛的境界 我们只有 在下面扑扑在地 仰就是在头顶上 仰望着而性 养性 信仰 只有这个份 所以最高级的佛法 是不讲道理的 像阿弥陀经 一开始就说 设立福 去思细放 十万亿国土 有世界明月极乐 企图有佛 好阿弥陀 众生称念 必得往生 没道理 事实 就是有佛有净土 在哪里 这是一个事实 不讲道理了 那么讲道理呢 就是次一等的 所以从下面 第二个问答开始呢 你都不讲道理 有的人呢 是可以接受 有的人还不接受 所以从第二个问答以下呢 稍落文具 就是跟你讲一些 讲一些道理跟你听 这就是到了次一集了 那为什么讲呢 顺众情故 就是众生的情感 你不讲道理 给他搞懵掉了 你人不讲理呢 这不是人不讲理 这是佛不讲理 巧分别故 虽然讲道理呢 也不是按照我们众生那种 是善巧分别 以佛法的如理思维如理表达 善引导固 你如果说 都像第一个问答完了 那上根立志的一听 行了OK 但多数人 他不讲理 他就不进来了 那所以呢 他顺你的话 慢慢跟你讲 善引导固 最后呢 如实修复 这样让我们呢 最终的目的 还是引导到你 不讲道理 也就是 诸今开头的第一句话 如实我闻 佛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不辩解 好我们来看 前面开始讲理咯 问曰 大乘经 云 叶道如称 众处先迁 叶道如称 叶就是 造叶 叶的轻重 叶的道理 叶的这个规律 像什么呢 就像称杆一样 哪边重 就往哪边掉落 叫重者先迁 就我们一个人啊 在一生呢 造了很多的叶 有善叶 有恶叶 有罪叶 有福叶 那么临走的时候 你要往哪去呢 这么多叶 到底哪一个叶 每一念念头 都是一个业 每一个行为 贪嗔痴 或者我们心中的念头 那么这个业 都会牵引一个果报 这么多业 那到底去哪里呢 有的人你看 有的人从职业来讲 他都换了好多工作 换了四十几个工作了 那么哪个先迁呢 就是重的 哪一个业重 就给哪个牵 就牵到你去哪里 就好像这个 这公司要破产了 别人来讨债 那谁的债权 欠的钱越多 按照比例来分 怎么样 拿债权人 云和众生 一行以来 或百年 或十年 乃至今日 无恶不造 云和临终 欲善之时 十年相续 既得往生 若而者 先迁之意 何以取性 那么他问了 这问的分成两段 云和众生 一生一行以来 一生一行以来 就是说他 从他生下来 有一个形状开始 一直到他这个形体消灭 这叫一行 这一行以来呢 时间长短不一样 有的人寿命比较长 或一个百岁 有的人呢 这个十的岁 就是时间长短不一样 是百年十年 乃至今是凡一致 活到从那生下来到现在 这就今生来讲的 无恶不造 参生之啊 这所有的 因为我们一切的恶业 都是从我们贪生之 从我执 习见 颠倒分别 这个出来的 你没有我了 你就不造业了 你就要有我 你天天念念分别 一日一时八千念 念念之间之所为 皆是六道三图业 云和临终御山之 那么他必说呢 业道如胜众者 众处先迁 哇这么多年 一辈子天天造恶 无恶不造 这不很重了吗 那念佛呢 才念了十身 临终 到临终才念个十身相续 云和临终御山之时 十念相续 既得往生 往生就是迁到净土 你说吧 业相迁啊 他没有念佛 他也念了 念佛当然也要迁引 但是可是你这个力量很小啊 这样八和一样 那么你的力量大 你谁的力量大 就往拔了哪去啊 你看 把你迁到净土 才十身 要把你迁到三个道 迁到这个六道轮回的 是一辈子无恶不造 这两个力量 怎么会把先迁到净土呢 他自己说呢 也能往生 那能往生的话也应该是先迁去轮回 轮回轮干净了 然后最后呢 这十念起作用了 迁到净土 这还是别是意的意思啊 若而者 他如果说事实是这样的话 当然我们也不敢说不承认 那么你还要给我解释一个清楚 先迁之意何以取信 那么前面讲的 业道如称重处先迁 这个先迁的道理怎么讲得明白呢 我们怎么能相信呢 又怎么相信呢 大约 先说啊 他的思想 如为一行恶业为重 你的观点呢 你的想法是认为啊 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是多 是重的 以下品人失念之善 以为亲者 他就念了师生佛 没做任何善事 一辈子都会干坏事 无恶不造 就这师生佛念的对的 是善事 以下品人失念之善 以为亲者 这一半人都会这么认为 造了一辈子恶 就念了师生佛 你给亲政不好比吗 造恶的念佛 这师念之善太轻了呀 太轻微了 一般人都这么认为 不过呢 他说你是这样想法的 现在啊 我跟你说 尽当以义较量 现在呢 我从道理上 跟你比较 衡量 轻重之义者 证明在心 在缘 在决定 不在时节 久尽多少也 说这个业啊 是轻是重呢 取决于这三方面 取决于你造业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 你造业的时候 是以什么为对象 缘 就是你缘的对象 你造业的时候 这个心 是决定 还是不决定 取决这三方面 至于说 时节 久尽多少 那是次一等的 不以那个为标准 是这意思 那么这三呢 就叫三在事 在心 在缘 在决定 这个呢 有必要先跟大家 先说一下子 就是我们 做件事 我们任何事 就是一个业 这个业力呢 有轻有重 他怎么判断呢 就在这三方面 在心 就是我们的内因 你的心是什么样 你要有这个 就是造业的动机 就是你要动机 那么在缘呢 就是外缘 你造业 你总是要 要一个环境 一个缘 一个对象 造业的对象 对不对 就是外缘 那么在决定呢 决定就是加行 就是说你在 当你正造这个业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 你对心是勇猛的 还是说比较肤浅的 是非常那个关注的 还是说呢 有一打没一打的 这个业都不一样 比如现在夏天热了 有人打蚊子 这个打蚊子也是不一样 你打蚊子 你起心去打了 你有意的去打 和你呢 不有意的 就说哎呀 咬那一口什么种习磨 那么这个虽然犯液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有意 一个是无意 你在法律上判 你判案子也不一样 你说这个人给打死了 打死了 我是无意的呀 有意去杀人 和你无意的 拿扁担 我后一甩 碰 把脑袋打了 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有意无意呢 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看你的动机 第二对象 你不管有意无意 你打这个文字 跟打这个人都不一样吧 你打这个文字 国家宪法也不判你 佛奥的奖 虽然有英国 但是也没瞒人来找你 就是他呢 因为对象不一样 你所犯液 或者做恶事 或者行善事的对象 不一样 这个对象 决定你的一切的轻重 你打个文字 跟打死一头牛 你一样吗 打死一头牛 跟打死一个人 你一样吗 是不是啊 这叫再远 什么再决定呢 打文字的时候 轻轻碰一下 大小孩 就是 恨不得文字没打 脸上打了五个手指印 这个 这心里边就说 特别称恨的心 和那种呢 比较柔软的心 就是人家不一样 那一切就不一样 这就是呢 意乐加行 这是我们讲 做坏事 要做好事也是一样 比如你供养 那么你供养呢 你这个动机 你心虔诚不虔诚 这是第一个的 非常虔诚的心 那么当然 你这供养的功德 就比较大 是吧 那么供养对象呢 这就是 这是叫再心 再元就是你供养对象 你供养的是个土地 土地菩萨 和你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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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观音菩萨 那能一样吗 或者你供养阿弥陀佛 那能一样吗 或者你供养一个贪官 你心事就不要 你给他钱 你就是想贿赂他的 那你这个 就不一样的了 或者你供养父母 跟你这些功德田 你所供养的对象 决定了你的 这个业的轻重 当然这个对象 越书胜 如果三宝 佛菩萨 那当然 你就随便给一串葡萄 那果报都不可思议 是不是啊 像那个阿弥王 不就是蓬蓬沙子供佛吗 他不就是成转龙王了吗 那你蓬蓬沙子 你蓬蓬金子供 我也没用啊 供的田不殊胜啊 就是再心再元 在决定呢 就你供养的时候 你说哎呀 人家都高吗 我也就 在那做的样子 摆一个 然后也 有的人他就不要 他供佛啊 水果洗得很干净啊 从早到晚去买的时候 那一路上不想虔诚 那么这样的心 他供养就非常 哪怕他在家里没有钱啊 自己卖半条裤子拿来啊 甚至一个铜板 这都是新决定 嗯 所以大家不听说 贫女士灯吗 这个贫女士的 他没有钱 把头发卖了 或者是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 拿去买来买点油灯来供佛 那么他的灯啊 怎么吹都吹不灭 他没有钱 但是除了他成了皇后了 啊 好多钱 车马保存的 哎 你们去买点吗 钱 给你们多少要 多少给多少 心 不阴重 啊 义乐 家行 呃 不决定 这样呢 果报就弱了 所以呢 讲人是讲这三方面 打个比例说呢 给我们种地 再新就是这个种子 再原就是这个田地 再决定就是你的种地的这种耕作方法 什么叫种子呢 你说你非常用心 结果你下的种子是一个不带芽的 那你有什么用啊 那他收收收收获的果报就没有 你这个种子非常好 呃 这就在就决定你的收成高不高 不是说你这样子在地里一天到晚搞了多少厨厨 那个不确定的收获高不高 决定你的地里多少收获 第一个你的种子是不是对的 是吧 这毫无疑问 你搞一个芝麻种子 然后是炒熟的 那能行吗 第二个决定呢 这个田地怎么样 是吧 你非常的在使劲在那干 使劲在干这个田 盐碱地有什么用呢 这个田好 你甩了地他自己都长得好 这个田叫功德田 这就是在圆 圆如外圆呢 种子是内因呢 要有外圆 第三再决定呢 再决定你的耕种 耕种的方法 啊 你搞厨子田搞到晚 都没搞到那个震地儿 都在地里的沟里面捞 是吧 然后就是费了很多劲 不论你提高你的产量 那么你这个呢 呃 这个加行的方法 也要有考究 这呢 不是说你在动动作搞了多少 就一定有很多收获 有的人在地里一天到晚干 干到后来还没有什么收获 好 我们来看 我们毕竟说完了之后呢 你这样也比较好理解了哈 云和在心 在心呢 这个心呢 就有虚和实 啊 圆呢 就有真和伪 啊 就是我们所做 我们所造业的这个 我们造业一定要 圆一个对象啊 是吧 你这桌子 你说拍桌子 跟你拍人是不一样的 你有个对象 那个对象呢 就有所谓的 有真和伪 真供的田 假的 那么还有这个 再决定呢 就是你这个心态 心念啊 是决定还是不决定 这三方面 我们先看再心 为比人造罪时 自一指虚妄颠倒心声 此实念者 以善之事方便安慰 闻事项法声 一时一须 岂得相比也 先讲造罪 再讲呢 实念 那么造罪是什么心呢 为比人造罪时 这一段呢 是 从278页 网圣论柱啊 几乎是一样的 不过呢 稍微不同 网圣论柱这里说呢 比造罪人 他是用四个字 这里呢 道主大师用了六个字 为比人造罪时 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呢 就是更直白一点吧 网圣论柱更简约 然后网圣论柱说呢 字一指虚妄颠倒见声 不过这里呢 道主大师改了一个字 字一指虚妄颠倒心声 那为什么又改了这个字呢 因为他说再心 因为这个心呢 跟心两个字呢 就显得比较 文具上啊 比较能够对称一些 当然颠倒见 也就是颠倒心 不过一般来讲呢 如果以佛法的正规的 规范的表达 说这个人 这个是写见 颠倒见啊 那么颠倒见 是用心也颠倒了 所以在这里说呢 把它给了这一个字 让我们好明白 字一指 就是他自己 自己这么想的 有关于这些详细的解答 在我们网圣论柱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学过了 所以这里我们就是文具通一通 不多说了 哦 不是比他比这三方面吗 那么你造罪 造罪心怎么样 这个心呢 是虚妄颠倒心 如果 那怎么不是真是 他真的造罪啊 这个讲虚妄 是他没有了解真理 他不是了解诸法事项 这叫虚妄 这个颠倒也是的 没有 诸法本来是 诸法正体是正的 但是呢 他错误的人是颠倒了 以苦为乐 以乐为苦 这个无常 说我常 这叫颠倒 那么 以这样的心 虚妄颠倒心 所生的罪业 那么你是虚的嘛 就像这个种子样 那就是死的 死的不复发的了 那么这实验就不一样 死实验者 不是比吗 你造罪跟实验比吗 实验虽然是时间短 时间是短 但是呢 他是以善之士 方便安慰 所以这个自以止的自呢 就是说 没有哪个去跟他说 他自己的邪见 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这叫自 但是这里呢 就不一样 如果以我们凡人来讲 自己也不会找 这是以善之士 他外源 外在的善之士呢 方便安慰 引导我们 把我们的佛心的心 启发起来 闻实相法 做生 实相法 就是名号 阿弥陀佛的本愿救度 实相生 唯物生 实相法 做生的 所以那个 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心来讲 就要一时日一虚 其德相比 就造罪的心 是虚妄的心 念佛的心 是真实的心 这个虚跟实两个 怎么能比呢 你虚再多 你也是虚的呀 我实在少 我也是实的呀 你要虚空 虚空你非常多 很大很大 那么实则再小 你一头下去 虚空还能把实则挡住了吗 直接就掉下去了 对不对 何者 譬如千岁暗始 光若战志 即便明朗 七个德言 暗在始千岁 而不去耶 千岁暗始 就代表这一生一行造恶 时间很久 光若战志 光呢 就是代表实念念佛 这名号 这刹那之间到的时候 这个房间啊 就明朗了 你不能说呢 按在这个时间 在暗始当中啊 时间很久 不能离开 也要那么长时间 不需要的 当下就明朗 那这个文句上呢 跟 网生柱也有一点不一样 网生柱是这样说的 暗起德言 在始千岁 而不去耶 啊 这里说呢 岂可德言 暗在始千岁 暗起德言呢 是把暗呢 当做一个尼人画 这个暗 黑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岂可德言暗呢 就是有别人来帮暗的说话 你怎么能说 暗在始内千岁不能去呢 这个大家 当然这些不是很 很重要 不过呢 我们既然学习嘛 那也要把两处文呢 好好对一下 下面这一段呢 是网生柱没有的 这道士大师加上去的 事故一日魔尼金 一日魔尼宝金云 报告 恰摄菩萨 众生虽附 数千巨亿万劫 在爱欲中 为罪所负 若闻佛经 一反念善 罪即宵禁也 实名在心 这个佛经呢 举的例子呢 刚好和这里所讲的 辟语啊 是很相当的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呢 加强说明 各位 加上菩萨说啊 众生虽然在 亿万劫的爱欲当中造罪 这个罪业呢 是把它覆盖了 嗯 负就是说 压在下边 像地震 把它埋下边一样 但如果这样的人 闻到佛经 一反念善 一反念善 就念佛的意思啊 他所有的罪 都消干净了 这就比如说 一反念善 就失声称名 然后呢 如同 千岁暗始 就是巨一截的罪 光若战至 失声称名 就如同这个光 刹那 这一反念善 就是这个 善非常短暂的时间 那什么叫一反念善呢 我们看看 讲义里边 我跟他专门有一个说明 129条 这一反念善呢 讲的就是念佛 那么怎么知道是念佛呢 因为问中 前面问里面说 问你们说 实念之善 对吧 你看问 你们还能回答起来吗 那你看这个倒数 393页倒数第五行 大约 如为一行恶业为重 以下品人 实念之善 以为亲者 因为他前面 为什么说是实念之善 前面说 无恶不造 前面每天干的 都是坏事 恶事 百年 十年 乃至今 无恶不造 就是宁中 念了实念相续 这叫实念之善 这实念之善呢 是跟他一辈子的造恶 是完全相反的 这叫一反 一反念善 就是一下反过来 浪子回头 这么反过来 念了十身佛 或者三身 或者两身 或者一身 这都叫一反念善 或者念了一辈子 也叫一反念善 为什么 主要是这个反字 一呢 就是完全跟他相反的 也是说他容易 也说他简单 也说时间不长 这一反念善 因为念佛呢 他才是真正的善 纯净的善 那么 说是念佛 那也有人可能理解 理解为是 世间的善法呢 那不对 因为世间的善法 跟恶是同一个级别的 是唯五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个高和下 它是一个类型 有上才有下 左和右 有左才有右 善和恶 它们是一个类型的 一个级别的 有善才有恶 这是相对之法 这不叫一念反善 他俩都是一个好 一个站好 拿什么叫一念反善的 对吧 你没有善就没恶 没有恶就没善了 他两个就是 像一个前的 正面反面一样 就是一体的 善和恶 本来就是一体的 你就不能谈不上 一念反善 但是念佛跟世间 所有一切善恶 都跟你 分清界限 所以念佛才是 这里讲的 一念反善 如果以恃善 作为是善法的话 其人皆物 一反念善 而皆 罪即 消尽乎 这是一个问难 说这人一辈子说 如果以恃善 恃善 在这里面看 也就是恶 但是这个人一辈子造恶 难道他对他父母 一念此心就没有吗 一念孝心就没有吗 那也是有的 那么难道说 只有一念反善 他所谓的禁忆恶的 消尽了呀 他还不是造恶吗 所以事件的善法 并不具备这种 消恶的功能 不具备这个功能 他仍然是跟他一回事 就像黑暗一样 黑暗当中只有光明 才可以照顾黑暗 你在黑暗里边 你分的这个黑暗 说这个黑暗很黑 你在里边跳起来 你怎么拿石头去砸 对吧 拿刀去砍 能砍破吗 能砍亮吗 那非很大劲 有什么用呢 你必须跟黑暗是相反的 那么你善恶是一道东西 善就 哎呀 我刚才拿那个石头不好 刺手 我拿一个麻辣罐 圆一点 砸一下 对吧 你把那 把那边砸的洞 砸更大一些 那黑暗的地方 更大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我为什么把这个地方 要来跟大家分辨呢 给大家 让大家明白啊 有的人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不是让我们行善法吗 就是佛法 虽然它的字是一样 在不同的场景 所代表的内容 完全不一样 这里讲的善 绝对不是五界是善的善 这是超越人 世间一切有漏有为 这个善恶关键的善 因为你世间所讲的善恶 你都是虚妄颠倒见生 对不对 人天 这个 对 这个人天果报 人天 祝善 人天果报 若因若果 皆是颠倒 皆是虚为 对不对 人天祝善 人天果报 不是讲的善事吗 但是在这里面看 颠倒 虚妄心所生 这都是恶 皆是颠倒 皆是虚为 顾名不识 这不真实 但是这实心念佛呢 完全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以反念善 以反念善 罪及消尽 所以这个呢 叫再心 这样一笔 那么哪一个重呢 试念念佛伪重 因为他是真实心 他一反念善 就把你消尽了 第一局 世神称明 善 比较新的时候 世神称明善了 那么无穷罪业 拜 再看第二局 云和再原者 那什么叫再原呢 为彼人造罪时 又来了一个自意之妄想 原文呢 这后面有个自意之妄想心 所以我们在解释 网生柱的时候呢 在这地方就费了一点口舌 因为这里说再原 你底下搞一个自意之妄想心 前面呢 说再心 你搞一个颠倒剑 没有讲到心 这里呢 讲再原 又来了一个心字 那么道友大师呢 他就了解我们 干脆把这心拿掉 不要让你 就自意之妄想 当然一妄想 也就是妄想心是一样的 这显示祖师的慈悲和细腻 以烦恼果报众生 自意之妄想呢 其实呢 这是接着前面再心 那个地方来的 那么因为你造业 你光有心是造不了业的 你要有对象 偷东西 你光想偷东西 既然商店都没有 你能偷找吗 对吧 有没有人 你怎么要有东西给你去啊 你光有心 你要有缘 这就是这个缘 自意之妄想呢 就是前面来的 颠倒虚妄见 然后呢 以烦恼果报众生 你造罪的对象 那都是烦恼果报众生啊 张三啊 李四啊 看不起谁啊 跟谁闹矛盾呢 哎呀 什么什么呀 在心里去 谈真痴啊 等等 那你不就是 造罪的对象 造罪的对象是真的吗 虚妄的 所以叫呢 以烦恼果报众生 他这个众生呢 是不亲近的 是染污的 颠倒的 他本身也是 虚妄不实的 烦恼果报众生 那么你实验 那么你实验念佛 是以谁为缘呢 对了 你不是念我是吧 你念我呢 我是烦恼果报众生啊 没有用的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所以此实验者 一直无上信心 无上信心 也是从上前面来的 文师讲法 你所信的对象 是无上 真实功德 那么你能信的信心呢 也是无上信心 好了 你这实验 以及的对象 是以阿弥陀如来 真实清净 无量功德名号所生 这是烦恼果报众生吗 不是的 是以阿弥陀如来 那么在往生柱当中呢 还有四个字叫 方便庄严 真实清净 无量功德名号 这里呢 方便庄严 两个这四个字啊 就他就没有用 因为往生柱啊 就说呢 方便嘛 就是巧方便回下 然后呢 从心中 种种修行 就成为庄严 那这里呢 道士大师呢 就没有用这四个字 这就是一再原不一样 那么 从十节九进 固然实验短 造罪多 可是造罪你原的对象 都是呢 虚妄的 不真实的 不是具备真实功德体的 所以呢 这叫烦恼果报众生 那我现在这十念呢 是以阿弥陀佛 真实清净 无量功德名号 那反过来讲 这个虚妄果报的众生 真实吗 不真实 虚妄 清净吗 不清净 染物 无量功德吧 没有 罪业 所以这个功德可以破罪业 真实可以破虚妄 这个清净 可以破染物 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 撤进破谷 若闻灭除药 谷生 即剑出 毒除 七颗得炎 比剑生独立 闻谷阴生 不能八剑去毒也 世民在园 这就是园 强大园的力量 比如这个人 他被剑 毒箭射中了 哎呀 皮开肉绽的 什么意思也治不好 什么草药也贴不好 马上看就命就没有了 但是有种骨 这个骨呢 叫灭除 药骨 这个骨 你只要把骨身 这个骨一震动 然后这个剑呢 啪就跳出来了 这个肉自然就平复了 这个骨 它这个圆呢 它就是 就是它外圆 自动的 具有这种强大的力量 然后你自然就好了 这要再圆 那我们呢 造罪 你被什么剑所中啊 贪身吃 三毒之剑所中 然后皮开肉绽 破经撤骨 剑身独立 剑呢 毒剑 扎得深 毒还猛得很 这六四名号就是除灭药骨 你一念佛 今生一揍 然后这个小剑 毒剑啪啪就跳出来了 不可能不出来 不能汗在里边 他不会不 不会说在里边不出来了 这就是圆的重要 第二局 谁胜了 失恋成名善 那么第三局 再决定 云和再决定者 彼人造罪时 自一指有后心 有坚心生 经此失恋者 一指无后心 无坚心起 失明决定 失为决定 这里有一个词叫 有后心 有坚生 有坚心 什么叫有后心呢 什么叫无后心呢 就这个人造罪的时候 他叫有后心 他什么叫有后心呢 凡是造罪的人 他就认为他自己命还长得很 是吧 今天造罪了 偷了钱 好好享受 明天好怎么喝点小酒 他如果只要知道了 今天晚上就死 他有心思造罪吗 所以只要是造罪的人 一定是有后心的 他准备他造罪的成果 做什么样的享受 怎么怎么样 这不都是有后心吗 什么叫有健身呢 他造罪不可能说 像入禅定 一股脑子一股心 那就入禅定了 不会造罪了呀 他就是心很散漫 这么想那么想 也还想这个办法 也想那个办法 也张三 也要理事 这叫有奸生 有奸心 他也不可能说造什么罪 就是我这一 我身世事迹 一股脑子造下去 你不可能 没有这样的人 他就造完了 造完了 他就忘了 下次就造什么 又开始造了 这叫有奸心 有奸生 有奸心 那么念佛人呢 今此失恋者 一直无后心 就是这个下品身 念佛的人呢 他是无后心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 他也没想到说 我明年怎么样 没这个打算 无后心 就是当下念念 念佛 没有第二念 前念后念 都是一念 都是念佛 这叫做的无后心 没有说换个念头 或者说 我将来怎么办 没有这个 没有退路 没有换别的心思 这叫无后心 那无后心 自然也是无间心 他这个念佛是相续的 就一股脑架 要救命呢 马上堕落地狱了 念佛了 你救 善事说念佛 念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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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样的心呢 就叫决定 这种心所造的业 这是决定之业 那么有后心 有奸心所造的业呢 那是不定之业 因为他的心在飘忽 有一答没一答 搞完搞完就歇坏 这当然就不定了 下面呢 他又引了制度论 因为网上注 就到这儿彼此了 引制度论呢 这几条文呢 是要来说明 无后心和无间心的 一种相状 决定性的相状 让我们加深理解 有制度论云 一切众生临终之时 刀锋解形 思苦来彼 身大不畏 事故欲善之时 发大勇猛 心心相续实念 即使增上善根 便得往生 那么这种 所谓的无后心 无间心 是因为他在这种 危急 紧迫的情况下 临终之时间很短 刀锋解形的 这个思苦来彼 他环境非常恶劣 这个时候 他只有一条心 哎呀 要堕落 要下地狱 火来烧了 阎罗王 鬼族抓来了 所以心里边 就是一个大恐惧心 这时候遇到善知识 跟他说 你念佛就可以了 他一心求救 是吧 更无他想 哎那好 我就一股脑 奔着劲 就奔着阿弥陀佛去吧 这种心态 一心求救啊 没有别的第二心思 这种心呢 叫做八大勇猛 这个大勇猛 倒不说他自己有 多大力量 就是他这个心啊 就是环境的逼迫 拒到这一块 一听说 念佛能到净土去 这心一下就发起来了 心心相续 实念 心心相续 嗯 不会说在亡古族 要言他 哎 怎么怎么样 天热的呢 哎 搞点冰棍吃吃 说什么 哎 手机拿看看 那不肯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他这种状态不一样 无后心嘛 所以就无间心 这就增上善根 那本来点小善 啪就能够 反而发威了 增上 这样变得往生 这当然前面是因为 再心再原 前面更重要 这里是讲他一个具体的方法啊 前面心是 一些液体 啊 以那个液万发一 这个是一心为体 那么缘呢 是以缘而起 再决定呢 是一个 就是装饰性的 装潢性的啊 是一个 三个条件当中 他是 呃 最末的一个啊 有 如人对敌破阵 一行之利 一时尽用 其十念之善 亦如是也 啊 十念之善 也就是一反念善 这叫念佛 对敌破阵呢 就是跟别人打仗 这遇到一个劲敌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你说他怎么办 他不是出哪的利息都拿出来了吗 这叫做呢 一时尽用 我看到这个 呃 微信上面 网上看了 你看这个鸡一半哪敢跟老鹰干啊 但是这个老鹰 你要跟他干 他就没有命了呀 他也拼了命跟他干 还有这乌鸦 他居然把他老鹰干走了呢 他就一行之利 就完全 他呢 就无后心 无坚心 因为他是救命的老鹰就不一样 说哎 我没你说话可以吃别的 他就有后心 有坚心 他转转 好了走吧 那他这个姓氏就不一样了 这个鸡和这个 那就不一样 啊 特别是你看那个母鸡 那个老鹰本来要抓那小鸡的 这个鸡妈一看啊 你抓完 咬就过去了 跳起来给他干 他那时候就无后心 无坚心 一时有猛 是吧 一行之利 一时尽用 把他那个一辈子劲都拿出来了 即是如果五年的话 五年劲一下拿出来 也不小 那我们人临死的时候啊 对敌破阵 对烦恼敌 对这个 是破什么阵呢 破生死阵 哇 只有这十年可以依靠了 万年咯 阿玛米多佛 这就是这样 现在就要念 咋了呢 那你这样就有后心有间 你这样念的就不勇猛 人哪 有时候就是这样 非要给他搞一个 不撞能强 不会头 不见黄河 不到黄河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落泪 人有的时候就是在 生病啊 苦恼啊 没有绝望啊 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念佛念的 哎呀 真是 那时候说 我怎么念这么好呢 有 若人临终时 这是东西反显 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 生一念邪剑 增上恶心 既能请三界之福 挤入恶道也 反过来讲 他临死的时候啊 如果生一念邪剑 增上恶心 就是他这个恶心 非常的赤胜 哪怕他一辈子 修了很多福报 非常多三界之福 都能把它倒干净了 下入恶道 那反过来说 这一念之善 还不谈这个善 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这个 实相法 就不谈这些了 就是如果即使是 在 是法平等当中这样的 你如果一念 增上善心 也能够呢 掩盖你这些恶 那么一念邪剑恶心 就能够 请你三界之福 反过来说 一念之善 有这样的功能 这指 您中无后心 和无坚心的 决定作用 那么第三局 十念为重 十念你是冠军 举手 举上来了 所以这三个一笔 怎么样 十念者重 重者先迁 能去三游 能够出三界境界 这是第二份答 下面 这两个问答 我们把它稍微总结一下 我昨天给大家提问了 就说 这两个问答 我们看 278页 圣教教教278页 就是网上论注 这是网上论注上卷 八番问答的第六问答 几乎是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 本约 夜道经言 夜道如称 众者先迁 这一样 如观无量寿经言 有人造五逆十恶 巨逐不善 印度恶道 经历多结 受无量苦 临命中时 欲善之时 交称南无阿弥陀佛 如是置信 令生不绝 巨逐十念 便得往生安了尽土 急入大乘 镇定之巨 毕竟不退 与三途 诸苦永隔 先迁之意 余力云合 有旷界以来 被造诸行 有漏之法 细数三界 但于十年 念阿弥陀佛 辩出三界 细业之意 富裕云合 这里呢 在问的时候 他问了两个问 一个说先迁之意 余力云合 对吧 然后底下问说 细业之意 富裕云合 就把两个问呢 放在一块 做一个 一起问 那么达的时候呢 他也是把两个 放在一起达的 辱卫大约 辱卫五逆十恶 细业等为众 这讲细业 以下品 下下品人 失恋为亲 因为罪意所迁 这讲先迁 先堕地狱 这不是讲先迁吗 细在三界 这讲细业 尽当以一脚量 轻重之意 再信再冤 再决定 不再十节 九斤多少业 所以我们比较起来呢 我们比较 唐山大师和道士大师啊 关于这两个问答 我们就几个不一样了 第一个 唐山大师 他是两问做一问 道士大师怎么样呢 一问分两问 这就是呢 分和合的关系 不一样的 另外呢 唐山大师两问做一问的时候 先问的是 这个重者先迁 接下来呢 他说是细业之意 那么道士大师 他问的时候 先问什么 细业之意 旷界一来 你看 你又翻过来 对吧 不要说又忘了 三百九十业不是第一问吗 此细业之意 富于云和 他放这二问的 然后我们再到 三百九十三页 第二问 先迁之意 何以取信 是吧 若而者先迁之意 何以取信 是不是 他分了两个问题 另外次序不一样 一个一和二不一样 一个分和合不一样 第三就是次序 先和后不一样 第四呢 也有一个 还有一个不一样 那么讲先迁 是讲这一生的 讲细业呢 是讲旷节的 旷节以来 系数三界啊 所以呢 这里边 唐人大师呢 是从今生 讲到旷节 说今生啊 再信再原再决定 所以呢 你先迁 先迁到净土 啊 然后你这个 本来要旷节 系数三界的 就 既然一迁到净土去了 这个自然就破了 所以他是以今生问题解决了 就把旷节自然就 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先讲今生 附带顺便就把旷节打完了 但道主大师呢 他回答不一样 先答旷节 他说旷节系数三界 不会 少是念阿弥陀佛 至而少是念阿弥陀佛 就出了三界了 不会是世界当中 然后呢 再来就今生 再来第二个问题 答是答今生的 说一行或上至百年 或十年 乃至今日无恶不造 等等等等 离命中时 十年相续念佛 这个即得往生 所以他次序呢 也是不一样 他从旷节 再达今生 另外呢 我们看呢 他乱大师啊 他又把关经的经文 原封不动的引到这个地方 就关经下评下生 而道主大师呢 没有引用 当然引用起来 我们就更加明白 那不引用呢 也因为前面引用过了 他前面引用在哪里 就因为这个呢 他是根据十年 根据往生别诗意来的 别诗意当中啊 我们这个问题是在391页 那么在前面389页 就引用了 关经 经此 经关经中 佛说 下品生人 献造重罪 临命忠实 欲善之时 十年成就 即得往生 所以呢 他隔得并不远 那么我们也能够联想得到而已 最有呢 四处不同 那我们看 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他让大师不是回答挺好吗 道主大师干嘛 没事找事 把他分成两个问题来回答呢 他是希望说 我这个文章多写几句话吗 不是天下文章于大超 就看会超不会超吗 这样怎么原文不原文 原样的超呢 这有他的必然性 这是道主大师啊 他更慈悲 他让分开之后呢 回答的就更加详尽 更加的呢 惊详 首先啊 我们刚刚说过了 比如说第一问 第一问答呢 他把分成两个问答的时候啊 首先就第一个问答 是总答 就法来破 还有举余一显 总的来回答 那么这个回答的方式什么样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等于是不跟你讲道理的回答 就是把他的立场 深的一番 那么这种回答 是最妙的回答 如果降下来跟你讲道理 那回答就是次一等的回答 所以呢 他一个是要总答 一个呢是干脆彻底的答 不跟你任何喘息的机会 因为接下来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呢 等于是降下来 按照众生的这个心理机构 按照你的逻辑思维的观念 顺着你的话来说 那力道就不够了 所以呢 直接的把这个跳出来 作为一个单独的问 单独的答 答的彻底 另外分成 这个细页之一 和先签之一 分成两个问答呢 也更加的周详 好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